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系列引起全球关注的重大事件 首先,在中国珠海发生了一起悲剧性的汽车袭击事件 造成35人丧生,43人受伤 这一惨痛事故背后的动机让人深思 我们将剖析这起事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以及人们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重新反思 接着,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正在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外交策略 计划利用商界领袖进行非正式的外交接触 这一举措可能会改变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 随着热带风暴拖拉级的逼近 香港居民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这场风暴的威胁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检视城市的防灾能力 此外,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并与特朗普通话 显示出印尼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越发重要 而在航空领域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与中国国际航空的历史性协议 则展现了中国在全球航空市场的竞争力 最后,香港即将举办的2025年全国运动会将进行首场测试赛事 让我们期待这场盛事能够顺利进行 这些事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人性故事和社会现象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突发事件 我是您今晚的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于来自南华早报和Nike Asia的几则重大新闻 这些新闻不仅揭示了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复杂局面 也引发了我们对人性和国际关系的深刻思考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珠海 在这个繁华的城市 一起悲剧性的汽车袭击事件震惊全国 事件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地点是在一个体育场外 那里有许多市民正在进行健身活动 突然,一名62岁的驾驶者驾驶 一辆SUV冲入人群 导致35人死亡 43人受伤 这名驾驶者的动机被认为与个人恩怨有关 巨性与离婚纠纷有关 这起事件不仅在珠海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心理健康和社会压力的关注 我们必须反思 是怎样的仇恨和绝望 促使一个人走上如此极端的道路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在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外交策略 这为商人出身的总统计划 通过美国的亿万富翁商界领袖 进行非正式的外交接触 他希望以交易为基础 避免传统的强硬立场 以此探索更为灵活和有效的中美关系 这不仅是出于商贸利益的考虑 也是对于未来国际关系的一种新思维 然而 这种策略是否能在复杂的中美关系中取得成功 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 香港的居民正面临来自自然界的挑战 热带风暴拖拉级逼近 香港天文台警告称可能会发布三号台风警告 甚至更高级别的警告 这场风暴的临近 不仅考验着香港的防灾能力 也提醒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 社会需要如何团结一致 共度难关 无论科技多么发达 自然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觑 在国际舞台上 美中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美国计划在非洲投入6000亿美元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意在争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 这一战略的核心是洛比托走廊 其背后是对抗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企图 这场资源争夺战不仅是经济利益的博弈 更是两国在全球影响力上的深刻较量 与此同时 珠海航空展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COMAC 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 C929宽体飞机首次获得买家 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航空市场上竞争力的提升 同时也预示着未来中国航空业的光明前景 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新闻数字 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人性故事和社会现象 珠海的事件让我们深思心理健康问题 特朗普的外交策略提醒我们政治和商业的界限日益模糊 自然灾害的威胁则让我们意识到科技尽管先进 人类仍需面对自然的挑战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即将在香港举行的 2025年全国运动会的首场测试赛事 这一消息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兴奋和期待 从现在到明年5月 香港将举办多场测试赛事 为全国运动会做好准备 8项运动将在香港举行 预计将吸引数千名运动员 官员和媒体人员 这一大型体育赛事不仅是对香港组织能力的考验 也展示了这座城市作为国际体育舞台的重要性 香港在过去的体育赛事中积累了一定经验 但全国运动会的规模和复杂性远超以往 组织者面临的挑战包括招募足够的人手 并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 与大湾区的合作 尤其是与共同主办方澳门和广东省的合作 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此外 香港还将在不同场地举办一系列的测试赛事 包括沙滩排球 场地自行车和三项全能等 这些比赛将成为全国运动会前的重要预演 最后 我们关注一下印尼总统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近期的外交活动 在华盛顿 他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 并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流 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的人口国家 和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普拉伯沃此行不仅是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也显示出印尼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角色 在与拜登的会谈中 普拉伯沃重申了印尼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并强调了与美国的合作意图 尽管中国是印尼的主要经济伙伴 印尼也在寻求与美国在武器采购和矿产出口方面的合作 这一外交动作展示了印尼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策略 以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主动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探讨了从珠海的悲剧到国际外交的复杂局面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全球动态 也在考验着我们的价值观和应对能力 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了解更多全球重要事件的深入分析和报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珠海的悲剧让人心碎 一个62岁的驾驶者因个人恩怨驾车冲进人群 造成35人死亡和多人受伤 这起事件不仅在当地引起震惊 也让全国对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反思 这样的极端行为背后是仇恨和绝望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如何能更好地提供支持和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 而在国际舞台上 特朗普试图利用亿万富翁商界领袖进行中国外交 这种基于交易的接触方式显示他正在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外交策略 这可能是为了在商业利益和国际关系上 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这也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中商业与政治之间模糊的界限 这种变革是否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善 还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 香港面临热带风暴拖拉级的威胁 预计会有强风和降雨 这提醒人们 无论科技多么发达 自然灾害仍然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次风暴也让香港重新检视自己的防灾能力 社会必须在面对灾难时团结一致 共同应对 此外 美国在非洲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显示出 与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上的竞争日益加剧 美国希望通过6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投资来争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 这不仅是经济利益的争夺 更是两国在全球影响力上的较量 这场资源争夺战将对未来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 产生深远影响 在珠海航空展上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COMAC 在全球航空市场上取得重大进展 这显示出中国在该领域日益增强的竞争力 这些成就不仅代表着经济利益 也彰显了中国技术实力的提升 这也提示其他国家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不能掉以轻心 香港即将迎来2025年全国运动会的首场测试赛事 这是香港体育史上规模最大的盛事之一 预计将吸引数千名运动员、官员和媒体 这对香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也是一次展示自己组织能力的机会 在过去的经验基础上 香港需要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 并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印尼总统普拉伯 卧在访美期间会见了拜登 并致电特朗普 显示出印尼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的外交参与 印尼作为东南亚的重要国家 其战略地位不容小觑 普拉伯沃的外交行动不仅旨在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也试图在美中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以促进印尼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 这一进程将对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事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人性故事和社会现象 他们提醒我们 社会在面对挑战时需要更多人性的关怀 创新的外交手段和有效的合作 这是当今世界不能忽视的议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再见